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计划 很多妹妹跟我打听你的电话 是不是我不用给他们了 不用了 我自己收了 你收了 你明明慢慢用 大家都要修行 其实修行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自我进化 自我进步 咱总得进步 咱总得成长 其实这就是修行 但是咱们今天讲讲最五欲六成的 奥斯卡 奥斯卡 奥斯卡好不好 奥斯卡 我昨天看奥斯卡 这主持人一讲 数这几个候选影片 什么黑金风云 石油黑金 还有个什么叫老无所依 还是老有所为 对对对 这个又是连环杀手 还有少女怀孕 然后那主持人说 咱们能不能有点爱心呢 就是说现在都是拍这种东西 看的是很闷 闷吗 不是我听说这个老有所养 不是老无所依这个特别好 电影是特别好看 电影是特别好看 我说的闷就是说 你希望你看完了以后啊 这都是文学电影 这次提名几个 包括Atunement 就叫赎罪吧 翻成 也是一个 那个电影拍的 拍的非常绚丽 好看 开始到最后 也是一个人性的忏悔 但是另外两个 那个Oilman 就是这个 There will be blood 他英文叫黑金风云 是一个完全是 林秦楠的义法了 那二百万多命奇案 这个香港把他翻成 你这个老无所为 我们刚才还在议论吗 这个翻译很难翻 很难翻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就是说老人在这里没有用 就没 老人没有地位 老人没有地位 他里边那个 Tommy Jones演那个老警察呢 从头到头 啰啰啰啰啰讲话 我们以为他要去抓匪了 他最后是退休了 什么事都没干 而匪徒呢 造型不误 但是那个看完以后 真是心寒 尤其尤其是 There will be blood 就那个德恩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 讲的 Lender那个 就他讲一个 挖石油的人 他自己亲身去挖油 然后一点一点 变成了一个石油大亨 然后到最后 他怎么样 就看完了以后 我就想起那个张艾玲的那个金锁记 蹊跷那种 就是说一个人 张艾玲自己说过 他说他写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 除了蹊跷 他那个人物就是一个彻底 就是恶 恶到你 我一路在看 我一直想中国没法拍这样的电影 你看第一 审查会通不过 第二 导演自己也不忍心这样拍下去 而导演假如有这样的剧本 演员也没法演 咱总要挖掘一点 黑暗人心当中的闪光点吧 他就是闪光点当中 里面都是黑 都是黑 黑到你想不到 我跟你讲 据说是 那天我还跟一个 就是国内很有才华的导演 就聊聊这个天 他拍这个艺术电影 他也是碰到这个困惑 然后那天我们就从 这陈冠希这事就聊嘛 最后就说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嘛 就是说你 都想看照片 对 你不能不承认 所有的人 人类这种动物 他就是 他就 你比如说 他就 他就总结两个 他那个塔伦天奴 你记得吗 就那个低俗小说 那个导演 包括这个 科恩 高恩兄弟 还是科恩兄弟 你看他们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你怎么吸引人进电影院 这些人 各种各样的人 怎么能会 买票看电影 杀人 血腥 暴力 色情 性 这叫流行元素 所有人都会 即便是你 你再干嘛 你看 你砰 你枪把人干掉了 你也要看 对吗 流行元素 他就说 他们都是在 得用这些流行元素 但是呢 背后你可以区别于那些 好像很俗气的片子 比如说 你可以用 有你的意识 你可以有你的一种 理解解构 可是呢 你一样要用这些流行元素 来把人吸引 进电影院 但是因为他们看得很透 所有的文学 最终是会赢会到 我们以前讲会赢会到 咱四大名著 红楼梦会赢 其他是会到 对不对 就是讲强盗 这个暴力嘛 就是弗洛伊德讲 这个苦闷象征 宣洩暴力 不过 Talentino的方法呢 是周星驰的方法 就是跟你恶搞 就本来你这样做恶搞 那这次的高安兄弟呢 他原来得过奖 Frago 他原来都一起 他就是拍那种 警匪破案片啊 就拍的跟你不一样 这次也一样 我们上课就太好做教材了 就是一句话 陌生话 就是陌生话 就是说 你本来看一个动作 看一个人 看一个行为 看一个音乐 看一个氛围 你会有一个期待 他的所做的所有事情 就是说 他先给你期待 先给你铺足 然后最后 他莫名其妙的就没了 每一次你都觉得 就广东话说 感到大 感到整个电影 玩的时候 大家前后的人都在看 完了 就是 就是这样来 结果他得到了 最大的奖 上去领奖的时候 还高姿态了 说 我们呢 十二岁的时候呢 就拍一点奇奇怪怪的 拿一个八毫米的摄像机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跟那时候做的 没什么区别 请大家 让我们在角落里 玩玩杀球吧 他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对 文道姐 不 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 你们刚刚说 中国拍不了这种电影 我觉得也不是 你比如说 我觉得盲井 盲山 就让人看到 就是完全是很黑暗的 就是人性 很没有希望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 可是问题是 这样的电影呢 它主流的 全不会表彰 它进入不了主流 因为我们今天的 我们中国的电影体制呢 还有太大的官方的影子 跟力量在 还有他考虑公共 什么公共一般的 平民的道德 就是一个主旋律的东西 要存在 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电影 比如说 我觉得拍不好 或者说 我们不够多元化 其实是因为 我们官方的力量太大 就把这个创作的自由 跟创作的多元化 给抹杀了 你说中国观众 接受不了这种 很黑暗 很阴沉的东西吧 我觉得不是的 只不过中国观众 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去接触它 对对对 比方说有一个例子 最近这个片子 拍得很粗糙 就投名状 大家搞出很多细节啊 它的历史背景 很多人说这个污蔑太平君啊 什么这些咱们都不讲 可是这部片子 是讲人性黑的 对啊 那么高兴请来个李连杰 就是演好了一个 这么恶的这么一个人 你看整部片子 看完了以后 是没有光明的 所以你讲的对 其实有种时候 不过我们还是 就算是投名状 你跟那几部电影比 还真是不一样 所以它是有某种真相 就是你说的 有的时候呢 政府啊 甚至是官方啊 甭管它出于什么动机 它好像不太愿意 让人民承认一个 本来就存在的事实 这种我跟你说 人性恶的这种东西 甚至不是某一届政府带来的 不是某一个时代带来的 我现在就觉得 它是根本 就人哪 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 不能这么 大家伙子说 我还记得阿伦特是吧 是一个女哲学家 好像还是个叫什么呢 她这句话 我一直很有感触 她就说我深信 人呢 对于他人的不幸 怀有一种并非轻微的快感 我觉得这个人呢 人这种动物 跟其他的动物 根本的区别在哪 我就觉得人这种动物 是最会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一种动物 别的没什么区别 甚至比那动物还瘦 还瘦性 只不过呢 咱们最喜欢给脸上贴金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 人们就是衣冠情色 穿上衣服的动物 甚至我说到就说这种美化 最根本的 你像 为什么周星驰 那个电影 你记得那个台词 好多人 哎呀 觉得干嘛 就是说 什么 曾经有一份珍贵的爱情 摆在我面前 但是我没有珍惜 如今我失去了 我后悔莫及 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要说我爱你 如果要再形成的加一个期限 我要说一万年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关于战有欲的故事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感觉 爱情好美好啊 但是实际上呢 为什么你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呢 你失去了之后 你觉得啊怎么样了 这你知道吗 我们贴金啊 我们觉得这么美好的一个东西 可是实际上 咱要不说修行吗 有的时候 修行的人就认真地体察 你的心念 你的心念 你心里 你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其实 很难说是那么纯洁 很难说只有 哎呀 爱一个人哪 那么美好啊 很难说的吧 对 因为其实爱没有 纯不纯洁的分别 爱只是 但是爱能够说明 如果你体察内心的话 你会发现 你爱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对爱情有什么样的想法 它说明的更多的是 你自己 对自己 有什么样的执着 你自己的欲望 说明的是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这个自我 你怎么去认定 怎么去构成的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 你就能够放松 或者放宽 甚至放弃 某种的对爱的看法 那么这时候呢 有可能那种 真正的宽容的 慈悲的爱 才会出现 就那种无条件的 对 得爱是吧 对 咱们先看一下 奥斯卡的这个 一些新闻片 第八十节奥斯卡金像奖 本地时间 今天中午落下帷幕 各奖项的归属 并没有太多惊喜 影片老吴索一 凭借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改编剧本 和最佳男配角 共四项大奖 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在早前各颁奖典礼上 横扫多个 最佳男配角奖的 贾威尔巴登 为老吴索一 率先迎来了开门红 他毫无悬念地 战胜了其他对手 捧起了人生的 第一座小金人 在发表得奖感言时 这位西班牙男性 特别用母语 感谢了自己的母亲 办发最佳导演奖时 上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和最佳导演的 双料获奖者 马丁斯克赛斯 将这一好运 带给了科恩兄弟 值得一提的是 这对天才兄弟 今年同样包揽了 这两个奖项 和最佳导演 最佳影片一样 以大热姿态胜出的 还有本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丹尼尔戴路易斯 他凭借在 黑金空云中游王一角 战胜了乔治克鲁尼 强尼代普等对手 第二次获得了 奥斯卡影帝的头衔 本届奥斯卡 唯一获得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 两项提名的准妈妈 凯特布兰切特 可以说是 伴奖典礼当晚 最失落的一个了 他首先在颁发 最佳女配角时 输给了迈克尔 克莱顿中的 蒂尔达斯文顿 然后又在 影后争夺战中 败给了 玛丽永科迪亚 后者在玫瑰人生中 扮演一个 癫狂的法国女歌星 精彩的表演 得到了外界 一致的肯定 Members of the Academy Thank you so so much Members of the Academy 刚才聊的 就等于说 这个电影 包括这个电视剧 里头有一种意识 特别是 你比如说 一个东西 要特别成功了 它这个意识 甚至会一下子 全传染全社会 我说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咱们那年讲 说士兵突击 说许三多 很火 中国阿甘 中国是个阿甘 可是实际上 我就说 电视剧拍得好 那是他的技巧 那是他的艺术 可是你要拿这聊天 你聊得大发了 你这东西 也跟鸦片一样 这是干什么呢 就说许三多 是个什么人 是个什么人呢 这不是给老师人 吃快新闻吗 给老师人吃鸦片吗 就告你啊 就这样 其实这是个 这不是真相啊 你包括我 我为什么 我过去不说 最后我最近 我看了个体育记者 李承鹏的博客 我就说这个亮剑 你讲老实话 亮剑我也看过 对吧 但是你觉得亮剑 但电视剧是另一回事 但电视剧火了之后 大家聊的这个天 你知道吗 现在各个企业 很多那个领导 在会议室里 鞋挣着脖子 亮剑 亮什么剑啊 对 我是说你亮什么剑 亮剑呢 是一个写从抗战 对我知道 打仗 我知道 他对过去的 这种革命战争 这个题材呢 他有一点突破 突破在哪里 就是他的一个主人公啊 是一个带一点匪气 对对对 他不遵守上级的命令 可是问题是 这个在实验怎么去 就是不安规则出牌啊 就是说很多事情 我为了正义 为了我一腔热血 那老板跟下属 就叫大家这么干 为了感情 我可以不照上级的命令 我可以亮剑 所以我说这是什么呢 你这符合和谐社会吗 跟谁亮剑呢 敌人是谁啊 你而且我为什么 我说他写这个 说东亚四强赛 现在中国男足 人家里面 两件 伯克说 现在中国男足 已然是一支中国散打队 就是 好家伯 我记得过去 公布足球 我不太懂足球啊 我是看他这伯克 我以为过去不是传说 中国足球太软了 太怂了 你没看 不敢跟人重视 对朝鲜那场 你没有看 好家伯 他就说嘛 这本届东亚四强赛 中国男足 二十张红黄牌 就已经破了记录了 又开创一项什么 世界记录 你看他说 从这个谁 前短跑运动员 叫什么谢亚龙 主管中国足球后 没把中国队 练成一支足球队 也没练成短跑队 而是练成了散打队 就是说 不知人们有过统计没有 从朱广滬的疯狗精神 到现在的散打作风 史无前例 最暴力的一支球队 就是说 甚至是一向温良的 中国女足姑娘 也暴力起来 说上次是跟谁比赛 跟人家发脚球 对方发脚球 被换下场的中国队后卫 居然在底线外头 用脚晃点 人家正在罚球的对手 都开始玩这么玩 然后他就说到这个 就是说 以前没见过 这不是偶然 他在博客里讲 主席不研究业务 却天天在会议室里高呼 用鲜血铺就胜利之路 高呼民族大义 用鲜血 不就胜 高呼民族大义 要三连胜 不怕牺牲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要亮剑 队员们当然上场 眼冒绿光 到处找有没有板手 不懂牙语 都知道他们对着央视镜头 说的是馋死你呀 所以我就说 这个有些时候影视剧 你传递出来的意识 你不能把它理解的 但这不能怪影视剧 当然不怪影视剧 这个社会的氛围接收 它有时候会超出 你作品的原意 你知道我最近听到一个人 他喜欢看集结号 他给我一解释 我真是没想到 他这种解读 我做文学批评 好好学习 他说集结号 为什么这么多人有共鸣 他说你知道他什么 他说你知道 我们那时候革命的时候 讲的是中年以上的人 我们都一心一意在前面奋斗 可是后来他们转移了 他们国企上市了 也不给我们吹集结号 我们还在这里死拼 你看他这个解读 是这样来解读的 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他怪在社会转型期 这个利益集团 没有照顾以前的弱势群体 所以他们在整个革命当中 他们是被抛弃的 我说天哪 那个冯小康大概是没想到 有这么一个社会效果吧 但是问题是 你刚刚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这个电影 我也同意紫东讲的 这不能够夸大电影的影响 因为为什么呢 电影当然有影响 或者电视剧有影响 可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它能那么火 它能那么红 一定是因为社会 已经很准备好接受 要亮剑了 全社会准备要亮剑 就其实整个社会 等着你亮剑了 就会给力量 应运而生了 对应运而生 所以中国呢 其实你别说这个亮剑 你如果讲这种暴力什么 我觉得中国本来最有资格 拍大量的这种 讲暴力美学啊 这些东西 没错 我很少见到 有今天的中国人 比如说世界上 那么多大国 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吗 现在全世界 那么多大国里面 我觉得最爱打架 恐怕还是我们中国人 有没有这个感觉 对 我昨天看社会新闻 我看你一头对 我说这都是什么事啊 哎呦 进去什么 砸死老婆 砸死岳母 然后什么焚尸 焚尸的时候 烟把隔壁的姥姥还给熏死了 你说这 咱们这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当然 你看你看这个 我不料金 你看美国当然 很多校园枪击案 或者什么这种谋杀案 有很多 英国最近有很多 但我想说是 中国呢 不是说这种 你刚刚说那种凶杀 特别可怕 比别人都残酷 我讲那种暴力是 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得到的 就是你常常发现 我们今天有点像 水浒传的世界 就是常常在街上 看到一些人是 一言不合拍案集起 我们水浒传的主题 但是又不能达到很彻底 到了一点事情了 一哄而散 一旦有什么事情了 一哄而散 最主要是 中国不是打的 我觉得打的没有他们厉害 主要是什么 就缺乏反省 他美国 他现在有人说 这几部片子这样写恶 是他对美国自我形象的反省 就包括那个 那个 这么一个发起来 变成贪婪到现在 这种时候 什么人不听的话 连都可以这么暴力来对付 他们是对自己国家形象的一个反省 你说的太对了 我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 不是写暴力 可不可以写 问题是你要写到深了 写到人性黑了 你要让人能够反省人性的善 这个写恶写得好 是让我们反省善 而不是麻麻木木的 因为你要中国打 没少打 无瑕片 一天到晚在打 各种各样的 整天噼里啪啦批死人 看的人都完全麻木了 你知道 但是为什么他们 你看他的电影里边 有时候就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人 有一个细节 你就惊心动魄 他那个杀手啊 他跑去随便找个人 他看的不满意了 他就要把你杀 但他怎么 他就要拿出一个 拿一个钱 说你猜是正面还是反面 那个人说 我为什么要猜啊 他说为了你所有啊 他说你猜到不对 他就把你杀死 但是猜到对 他就不杀你 可是他没显示出来 对面那个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人整整给他挤死了 你知道看着人害怕死了 就是结果猜出来 是猜对的 他就放过他了 你明白 就是用这种细节 使到把一个人的荒谬性 所以我觉得艺术好 就好在写 我跟你说 达成的说法是什么 就是说你写人性黑 你确定人性的 饿了以后 回头步步是光明 我觉得是 他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就是你 当你反省你自己的时候 就是说你真的把你自己看 往里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的像耶稣说的那样 就说你们谁清白 你们就冲他扔石头 就是就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生活里 我觉得哎 这小子忒坏了 那个忒坏了 可是呢 当我自己看我自己的时候 我想 其实我心里也有 我有什么资格 说他 但是我跟你讲 人家说了 能知道自己罪恶 能知道自己一肚子坏肠子的人 你已经不算坏人了 说实在 不过你刚刚说的 说到耶稣 我就想起来 西方向来 他两大思想传统资源 都对罪恶是很关心的 比如说希腊悲剧 虽然讲命运 但是他希腊悲剧 可以有多残忍就多残忍 那么另外